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我是老宅 前幾天酷兒終於改版推出啦 相信很多人是衝著酷兒來玩的 酷兒碎片獲得來源有幾個 冒險關卡四之石 煉金合成 以及特殊關卡的 特殊戰爭 也是今天的重點,特殊戰爭教學 酷兒的特殊戰爭 採取三戰兩陣式 要拿到三星的話 必須要打到第三棟分數才夠 Normal的第一棟打加四 賺分數 第二棟老鷹或是Body 第三棟Body就能打到三星 Hard第一棟拿Body或是老鷹 第二棟加四賺分數 第三棟Body就能打到三星 Normal第一棟因為要加四賺分數 所以可以從右邊去打 每一球都打龐亞跟球道 可以多賺好幾千分 最後加四再打進洞 第一棟就能拿到五千分左右的分數 第二棟用馬爾使用上弦球 往中間的水域打 就會彈到對岸 建議偏左邊一點 才不會彈到沙坑內 第二球直接上果嶺 如果夠靠近洞口還可以拿老鷹 第三棟可以開高峰直接上果嶺 盡量讓球靠近洞口 推桿比較穩 Hard的第一棟使用刀� 風扇有一半的時間 是可以直接穿過 球落在國嶺右邊的斜坡 球會滾下去國嶺 要注意不要太左邊會打進沙坑 第二棟需要賺分數 加四桿可以打到第九桿再進洞 每一球PY 要注意左邊的斜坡 球落在國嶺右邊的斜坡 球會滾下去國嶺 要注意不要太左邊會打進沙坑 第二棟需要賺分數 加四桿可以打到第九桿再進洞 每一球PY 吃金幣 魔法石 也能拿到五千至六千的分數 第三棟先打到球道中間 再用刀�風穿過拱門就能上國嶺 要注意左邊的加速裝置 免得被噴到一半的時間 一半的時間是可以直接穿過 球落在國嶺右邊的斜坡 球會滾下去國嶺 要注意不要太左邊會打進沙坑 第二棟需要賺分數 加四桿可以打到第九桿再進洞 每一球PY 吃金幣 魔法石 也能拿到五千至六千的分數 第三棟先打到球道中間 再用刀鋒穿過拱門就能上國� 要注意左邊的加速裝置 一半的時間是可以直接穿過 球落在國嶺右邊的斜坡 球會滾下去國嶺 要注意不要太左邊會打進沙坑 第二棟需要賺分數 加四桿可以打到第九桿再進洞 每一球PY 吃金幣 魔法石 也能拿到五千至六千的分數 第三棟先打到球道中間 再用刀鋒穿過拱門就能上國嶺 要注意左邊的加速裝置 免得被噴到國嶺外 特殊戰爭的重點在於 刀鋒使用的時機跟賺分數技巧 刀鋒可以用來避開風扇跟地形 賺分數的技巧有幾個 每一球PY多325分 球道上來回打多325分 就能多拿到兩三次金幣分數 魔法石跟寶箱也可以拿分數 以上就是酷兒特殊戰爭的教學 其實只要掌握技巧就很簡單 希望能幫助到各位拿到酷兒碎片 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覺得不錯的話 可以幫我在影片下方點個喜歡 並且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打開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就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新影片通知 也可以分享這支影片給朋友 有任何建議或是想看的內容 都可以留言給我 或是到粉絲團私訊我 我是老宅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